左营眷村日式的眷社里进驻了一间充满原住民风味的衣品店 有修有原住民图腾的发带饰品 还有獠牙造型的琉璃珠项链形成特别的文化融合 东海岸阿美族的文化元素结合在我们现代的商品上面 像一些环保之类的东西 然后把一些刺绣 编织 或者是一个图腾的织带 把它结合在现代需求上面的那个法式饰品 和一些背带 然后钥匙圈这样子 不一样是属于泰雅族自己的特有流离珠 不一样的点的部分它有一些做祖灵之眼 或者是一些太阳之眼之类的东西 跟我们像南部地区什么勇士之珠 或是那个孔雀之珠不大一样 样式是比较特色 比较特别的 环顾左营眷村目前还有许多眷设 控制闲置等待修复 高雄市议员王毅雄认为 可以作为发展原住民产业的基地 因此鼓励有需要的原住民族人 可以循着文化局已住待户的方案 申请入住左营眷村 还有一些的闲置的 还没有一些规划的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当然我们一些今天也有咖啡的一些的朋友们 热爱咖啡的朋友过来这边来关心 也是最主要就是他们要进住在这个地方 他的概念也是给我建议就是 弄一个咖啡一条街的方式 不过要申请文化局的已住待户方案 还要考量投入大笔经费进行房舍修缮 以及承租时间有限制等 以前是还有补助20万 那现在因为建筑的很多人 当然所以说他们的一些的经费不足 当然还是要靠他们去申请的个人 或是一些团体过来这边做什么 还就是要自己要修缮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的要怎么样去经营 就是说那有个特色 另外左营眷村的商业活动还有带活络 王毅雄议员希望市府文化局可以在座加强 文化局这边跟交通局去申请一些的 这个交通车或是接驳车 这最主要就是要带动这些的 要不然的话在那边死气沉沉 也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地方要活动起来 这样的话可以再现我们这边在地的一些的 建筑的文化是这样子 左营眷村除了有原住民用已住带户方式入住之外 也有以专案的方式成立一间原住民原创基地 让眷村呈现多元文化的面貌 也加速闲置眷社活化再利用 记者王仲凯 赖昌邦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